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动车厂的龙头当然是比亚迪 要看我尊拍文的都应该知道 我以前的拍动火尿心 现在读研赏比亚迪 曾几何事输了很多钱 问题就是这里 Future Mobility 人们说会单对单和乐视的FF Faraday Future Faraday应该是学这一款Tesla Tesla和Faraday当年两个都是一个很出名的发明电 Discover电的科学家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电动车的前景是怎样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当你建设很多厂房建设多车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人买 在大陆很多人买车 如果他继续的话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说多少价买价次的话 当然是国内 如果他们买电动车 应该很有市场 大陆的空气汙烟严重的话 电动车是否会发生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不排除电动车的需求会很大 不过问题就是 如果一旦 产能只是多过需求一点点 而大家都是疯狂製造汽车的话 其实价钱就可以跌得很快 而如果跌得很快的话 市场都吃不完的话 大家就一起抱着输钱 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比亚迪也好 你说这个乐视也好 究竟他那个 副袋的深度 装着的钱 究竟多不到腾讯 而大家就算是 抱着一起做的话 大家斗销银子 如果腾讯是 拿互联网新市场的心态 去跟Fariday futures 即乐视的FF 和比亚迪斗销钱的话 就会抱着一起拜拜 所以如果你说电动车 这么多人投资的话 第一件事就是会不会产能过成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人用 国内其实可以通过很多法例 禁止其他型号的车辆行驶 不过你不能不否认的地方就是 很多这些电动车的 以前的鸿铜大计 都是在油价140元一桶的时候定下 当油价转到30-40元的时候 说真的 汽油车的价钱就会大幅降低 还有 如果说空气污染的话 我相信现在的霧崖 是不是叫霧崖 不如叫它真话吧 空气污染其实是来自烧炭的 你最后一次听到用炭去行车是比时的 其实今时今日的科技 一个2016年的 Honda Civic 行60公里 排出的废气是比一架 1986年製造的Honda Civic 连引擎都没有 排出来的污染物是少的 所以汽车今时今日的科技 已经不是污染的最主要源头 除非二氧化碳 这是另一个谈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而你用电去power车 你又问 大陆的电是哪里的呢 其实大陆的电 就是烧煤炭 原本国家是有很多条例 说不要烧些优质的煤炭 不过在国家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真的要求发电厂用贵的煤去烧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家都要想想 如果我真的逼过我用电动车 而电是用烧煤来拿出来的话 其实对空气污染的质素有什么改善 这个又是另一个隐忧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电动车生命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我那样 不过都应该被指指的了 本节目是由天余财经Sky Finance到家晨见 想知道明天有什么好料包 订阅我们Sky Finance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今天收看